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会有一两个镜头 一两场戏 我觉得还可以 你年轻时候讲那句对白 讲出来的眼神 跟我现在讲同样一句对白 那个眼神节奏都不会一样 因为你经历过了 来 我们来跳舞吧 拍子是这样的 一 二 三 我刚刚去考训练班的时候 那时候我十七岁嘛 我的训练班主任 他其实叫我去选美的 因为我的广东话讲得不好 他说你要学广东话太难了 你去选美 选美之后去拍电影 电影是可以配音的 那我选择还是独自面白 我情愿吃点苦 就算我到了现在这个阶段 我还是会有迷茫 那但你不要怕 因为你只要肯花心思 花时间 有耐心地去面对 你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 我觉得女孩子还是要多读书 然后多去看看这个世界 如果你一直在很在乎你的那个脸上的 那个皱纹啊或者是年龄的话 你会越来越没有自信 并不是高鼻子 大眼睛 小嘴巴就是美女哦 我觉得每一个女孩子 她都有很独特的魅力的 我觉得保鲜啊 我现在慢慢地体会到 就是完全给予自由 完全给予自由的时候 她反而更实在了 我们明天还记不记命的 我觉得啊 每个人都会犯错的 我也会犯错 不要老是放大眼睛去看对方的错 你说对方的错 可能会反照在你的身上 你也犯过同样的错 我们都太娇生惯养了 你错了认错 我错了我认错 没有什么好药面积的 老公 你见不见肚饿啊 我落个面给你吃啊 我不是怕 我是绝对尊重的 我绝对把它放在第一位 它的决定才是决定 我是执行的 他会看完《春上春春树》的书 然后去吃日本料理 坐在日本料理的吧台上 跟那个chef在那边聊天喝sake 他觉得自己就是《春上春树》 里面那个人物 他就是有这种 一种幻想嘛 一种画面感嘛 他才会演的角色栩栩如生啊 我创立这个品牌的初衷 其实呢 我创立这个品牌的初衷 是一个机缘巧合 我一直想把我的 lifestyle 带给我喜欢我的观众 或者是一些朋友 我现在演妈妈啦 然后我相信我演到六七十岁 我会演奶奶啊 这个很正常啊 我接受我自己的时候 我可以演任何的 任何角色 演到我不能演为止吧 因为这个是 我的一个终身的一个事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